大家好,我是沈三宝副导演 首先呢,先要感谢我们九龙老师的极二导 然后让我学会了这个八字 最近呢,在研究一些历代先贤,古代帝王他们的八字 然后呢,财数学险分享给大家 这个是康熙 今天想给大家介绍的是康熙的八字 康熙呢,是1954年5月14号 然后出生的,是我们清朝的第四位皇帝 生平呢,有六件大事 第一个是少年天子 第二个是薛平三番 第三个是统一台湾 然后是驱诸沙鹅 北征墨北和九子多迪 这是他一生主要干的六件大事 先看一下他本人的八字啊 本人的八字是这样的啊 1654年5月40日 这个是经过反复的在网上面的查找 然后还有一些古书能够确定它是四十的 这个八字呢,首先第一点是天干得事 月令升柱 首先就是没有什么争议的 它就是个身强 然后呢,其次呢 身强的情况下 喜时神至上 义时神配仪上 日注的这个地方是时神 然后年干的这个地方是七煞 时神至煞身强 然后边上没有别的干扰 这是一个很清晰的时神至煞 然后呢,第二个 就是老师以前在我们的课程当中有讲过 讲五行流通 这个五行流通呢 是从上往下流通 从左往右流通 这个地方很重要 重要在哪呢 它有一个关键的点 你看哈 这是木生了火 火生了土 土一堆土生了一个金 金本来一个生水 这个水呢 是藏起来的水 这个水呢 是身四河水 身四河水在日之和时之之间 有一股水的能量藏在了里面 五行流通 这样的一瞬到底 为什么说这个五行流通的八字 是好的八字呢 我也有在后面分析过 因为你看哈 我就举个之前的例子 现在这个图的位置 木生火火生土 左边是生他的 生他的为旺 然后呢 右边是他生的 右边他生的为修 那么也就是说 他只存在于 旺和修 两个关系当中 那么都是有助于 他这个八字能量增强的 也就是说 他人生 走在各个不同的阶段的时候 他的能量都是在增强的状态 不像别的五行的八字 比如说他有五个八字 他有五行都全 但是他五行如果是乱的 互相之间有克 所以说 所以说能量是有损耗的 这样的能 这样的 这样的五行流通的八字的话 他能量没有损耗 一直都是增强 然后一瞬到底 这个很重要 然后呢 回过头来看一下 这个十神至上 这个是主五的 然后呢 三柱文昌 一柱 两柱 三柱 月月时 三柱都有文昌 这个是主文的 那么也就是说 通过这个八字 我们就能看出 康熙这个人是文武双全的 这个是他发生的第一件大事 我再先补充一下 我在查找的这个文献里面 第一个就是确定时辰 第二个就是 毕竟是三四百年的事情了 他的这个很多的盘都排不到 很多的盘排不到 只能排一百多年的 然后呢 没有办法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我就是 我就是借的 这个八字的人的盘 这个人 这个借了一个 19几几年的人的盘 然后呢 后面往上贴 自己贴这个大运 他们虽然大运一致 然后他们的八字一致 但是他们的小运不一致 所以说他们小运 有的人是八岁开大运 有的人十岁开大运 有的人一出生就开大运 就导致了他们 之间的这个大运 也会有差别 然后呢 我在这个地方就进行了一个 自己贴的 改的 就大概是这个样子 先说他人生的第一个大事啊 第一个大事是1656年 这个展文献里面 有的人 有的文献写的是两岁 有的人写的是三岁 这个是 这个是我们的虚岁和十岁的问题 就是 这个孩子刚出生 介于零岁到一岁之间 就是很多人就 按周岁来讲 他算零岁 但是按照虚岁来讲 他已经算是一岁了 这是他三岁发生的事 他发生的事是得了天花 很明显的就是 销神多时 然后呢 这个小韵上面 也在销 他自己本身还销神多时 就是这个地方就是出发了 销神多时呢 呃 天花我最后查的 医疗文献上面是说 是反映在皮肤上的一种命 皮肤属筋 那就是火克筋 这个就是 还是对的挺准的 然后 后面呢 是康熙元年 康熙 这个人 先看这个八字啊 就是说他 自作四身 单缺一个银 那么也就是说 他每一道银的时候 他就一定会出事 银四身三行嘛 他这个康熙元年的时候 就是 第一 人生的第一个三行 第一个三行的时候 他父亲去世了 他父亲去世了 没有两天 康熙就登基 康熙登基以后 然后把那一年 改成了康熙元年 他第一次 银四身三行 父亲就去世了 然后 这是康熙二年 康熙二年 是他妈妈去世了 就是第一年 爹地没了 然后第二年 妈也没了 也是挺惨的哈 你看像这个地方 正常情况下 我们说哈 因为母亲 才多坏印 这个是 然后呢 这个是就是都知道嘛 然后母亲是正印 才多坏印 就是说对母亲不利 然后呢 五毛 五 毛五破 然后呢 也是对应的是母亲公 按正常情况下 如果 就是去给人算这个命 就是只能说是母亲不好 并没有 就是说可能不太会 呃 很具体的直接 就是断他母亲今年去世 但是 还是母亲去世了 可能比我们想象中的 严重一点 就是这个实际情况 比这个命牌的反应里面 还会严重一点 然后这是康熙五年的事 康熙五年就是 欧拜开始专权 呃 康熙五年 能看到 这个地方 五五 自行 三个五过来 然后呢 天干还透火 这个 这么强的力量 然后都来都来 都来 而且他是深强 深强的情况下 本身是不喜音效笔节的 这个地方就是 流年 流年作枭 火头干 五五自行 然后销身夺石 把这一个石夺的 简直就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然后销身夺石 然后石没有了的情况下 七杀无至 七杀 主官非 主权力 然后主斗争 会很明显 就是康熙八年 康熙八年 这一年呢 是呃 把欧拜抓住了 呃 那么也就是说之前的那一场 那一场 欧拜专权被 瓦解了 为什么被瓦解呢 我我看这个地方就是 你看哈 一个是 这流年是结 然后是伤 伤官 伤官见官 或是百端 伤官本身也是客观的 他没有见官的情况下 他在客观 那么也就是 一个是笔尖 一个 呃 一个是 一个是劫财 一个是伤官 让他的官杀达到了求死的状态 那么也就是他的官杀 他的官非就被解出来了 就是这一年 欧拜 也欧拜也被抓了 然后是康熙十二年 这个八字啊 这个八字 首先我们之前看的时候就是 伤成了他最重要的地方 一个是石神之煞用 一个是深似河水用 那么这个伤 一旦没了 就会容易出问题 而且他满盘 只有这一个金的情况下 他最容易犯的 一个是 严丝伸 三行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就是单金入木 他只有一个金的情况下 他开 他开的就不是金库了 他开的是金木 他一旦开了金木 把这个金装进去 这个金直接就发 直接就失效了 也是会对他来讲 是非常严重的 呃 这个是康熙十二年 这一年的时候 呃 不确定是夜里还是阳里 反正这是康熙十二年 吴三贵开始叛乱了 呃 史上称这个叫三藩之乱 然后开始反清复明 就是什么那个天津会啊 什么东西就都开始了 这个地方就是 单金入木 单金入木 其杀无至 那么也就是说 他他这个人 无论是银四身 还是单金入木 其实都是这个杀 都是放杀出来 放杀出来 那就是一生的权力斗争 打仗 会在这个人体现的非常明显 他别的问题可能都没有 或者很小 但是这个打仗这个问题 都变得非常大 这个是康熙十三年 他人生当中第二个银四身 银四身的情况下 你看看这个银 上半年是假银银 不赢了 也就是通住了 上半年是七杀 下半年是七杀 这个七杀通住的情况下 他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这一年 去年刚刚乌三桂 开始开始开始反乱 然后今年一下子 连夺六个省就开始称王了 就是对于一个皇帝而言 如果对方称王了 那这件事情就是 一定要打死才算的 不死不休的 而且紧接着五月份 他的老婆 他最喜欢的那个老婆 也因为难产去世了 然后呢 紧接着十二月份的时候 康熙就决定 要预家亲征 跟他不死不休 但是结果被劝回来了 这个三行的情况下 而且上面还带杀 而且还通住了 确实是很严重的 然后紧接着是康熙二十年 新永年的时候 三藩之乱被彻底平定 这个也是很明显 你看 大运天干为商 流年 首先岁运并临 都是新 然后呢 他通住了 下面也是商 三个商 三个商官 都是来 都是来商商这个官妃 让这个官妃 一下子得到了化解和结束 那么就是说 解了这个官妃 因为商官客官嘛 专门是解官妃的 这件事情 就算是彻底结束了 然后呢 是康熙二十二年 康熙二十二年呢 是 打完了乌桑贵以后 康熙自己觉得 要不要把台湾也收了吧 这个时候 他的心态就不是 不是为了迫不得已打仗 生死存亡了 这个时候 从他的命名上面 能反映出来 他可能是为了增加一定的收入 扩大自己的领土 一方面是事业扩张 一方面是增加自己的领土板块 他也能增加自己的税赋嘛 所以说这一年 而且他打得特别顺利 你看 当年决定打了 没几个月就把台湾收了 紧接着第二年 就把台湾并给了福建省 然后紧接着 每年税赋就开始收上来了 这一年 其实他是旺财的 八字无财之人 尤其是指的是一种 就是本器无财 他流年有财 他会反映很距离 他就是他开始想办法 我要充业了 我要搞点什么 我要收点钱 然后这是康熙22年 这个不是康熙22年 这个就是康熙22年之前的事情 就已经有沙俄开始多次蚕食 黑龙江的土地了 在边境和清军开始打起了拉锯战 尽可能的多占一些便宜 但是是在25年的时候 他遇来了他自己人生中的银丝身三行 之前的拉锯战当中 康熙大部分就是说和他们拉锯一下 把他们劝回都劝退了 但是碰到了银丝身近一年的时候 沙俄又开始得寸进尺了 直接开始占了一个这个城市 这个城市叫雅克萨 不是汉名 然后呢 他当年银丝身三行 没办法 你看这个银是丙银年 丙银年的话 还有萧生都实在 这都是有萧生都实在的 流年的萧神 对于大运的石神 然后他自己还带 流年触发嘛 他多少也是会有不开心 也是很生气 然后呢 就开始去跟沙俄去打架了 带着七月份就 带着军队就去跟他去打 然后呢 紧接着也是当年 九月份 就是两个月的时间 就把仗打完了 然后呢 沙皇投降了 不打了 要和解了 这是他 这是他生命当中的 第三个银丝身三行 然后呢 是康熙二十七年 康熙二十七年跟那个沙俄的 沙俄的那个事件差不多 就是从二十七年 就开始他境外的一股势力 开始打他大清的藩树国 然后呢 把他大清的藩树国呢 就是打的也挺厉害的 当时大清呢 也是直动嘴 没动手 就是那意思劝他 你别打 这是我小弟 这个归我照着 然后呢 就没打他 然后当时这个时候 就是你看 这是二十七年到三十六年 这九年的时间 这个戈尔丹的人 就戈尔丹的人 然后呢 就就以 就从这个九年 把他的藩树国打到差不多了 这个时候开始南征了 南征 南征要入 要入清朝的 要入清朝的领地了 然后到了康熙三十六年 这一年 看一下 也是盯筹 盯筹也是 好就好在哪 好就好在哪一点呢 就是说 他 郁家 郁家清征了以后 直接就把他打死了 这个地方 他不算单金入木吧 因为大运还有一个金 可能会改善一点 所以说是 事情不是那么大 但是他也是有金入木的 这个意味在里面 但是大运帮他 帮他帮他 帮他了一下金 补了一下金 所以说还好一点 然后呢 紧接着是康熙三十七年 康熙三十七年的雾银年 还是银四身 这个银四身 却史料上面说 没有任何事情发生 我也是找了好久 确定了 没有事情发生 敢说的 因为什么呢 一个是可能是 因为流年上面 木土之间是有相克关系的 互相之间损耗能量 而且 而且深墙不怕杀的话 可能会改善一些 所以说这个第四个严四身 没什么事情 然后紧接着 康熙四十七年 雾子年的时候 这个巴子是康熙四十八年的 康熙四十七年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发生了九子夺底了 就是先把原来的太子给废了 他这个太子一废呀 所有的 所有的阿格都开始去想了 我能不能当这个太子呢 就开始去抢这个太子的位置 然后就开始发生了九子夺底 尤其是到康熙四十八年的时候 就是 在 在他 重立太子之前 是一个斗争越来越激烈的过程 打到最后 已经有的太子 要开始准备要杀人了 这个时候 可能也是康熙感觉出来不对了 还是按照原来的办法 还是把原来那个废的太子 然后又立回来了 这件事情就这样完事了 然后呢 这个地方 也是一个单疾入目 也是闹得很凶的 家里人自己打的 然后康熙四十九年 这个是他人生努力的 第五个严四十三行 第五个严四十三行好就好 在哪点呢 他有个食神之煞 他有这个食神之煞的情况下 他在反映这个严四十 就是因为他多思难寻 可能是因为自己吃喝玩乐 然后 然后花的经费花超了 直接导致江南的财库亏空 这个应该算是后面的三行里面 是比较轻的 一个是 食神之煞的原因 二一个就是金克木 所以说他这个能量 这个三行反映的会小一些 最后一个三行 这是他人生当中第六次 严四十三行 这个三行里面呢 是直接导致了他去世 水生 水生木 然后增加银的力量 然后严四十三行 直接导致了这一年 他在家定逝了 我们先总结看一下这个地方 他一生当中经历了 一共六次严四十三行 第一次 水带银 水生木嘛 水生木是象三行 就是说这个是三行是比较严重的 导致了父亲去世 然后呢 木旺 木旺木 然后呢 这是他的第二次三行 直接导致导致了 吴三桂 三番叛乱反清复明 直接称王了 要不死不休了 这个你看象三行 旺三行 然后 然后后面往下排 然后呢 第三次 丙三 丙三行 丙火三行 那么也是 他是象的 因为因为木生火为象 木生不是木生火为修啊 修修三行 修三行的时候是和沙俄 是和沙俄打仗的 然后呢 是这个是球三行 然后死三行 然后呢 最后又是象三行 整个这个三行啊 无论是看这个天干 然后就是能能反映出来 一定他的问题 最开始的时候望向 望向三行 你看都是能量增加了 尤其是 尤其是望三行 这个地方是最严重的 最后 求死三行 基本都没什么事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单金入木 他一生当中 遇到了六次吧 带丑 带丑木 但是只有这两次 是真正的做到了单金入木 别的地方都是没有 要么是流年自己带金 要么是大运带金 都分担了这个金的 都分担了这个金 的压力 所以说这个 这个单金入木 是无三贵叛乱 这个单金入木 是九子夺底 打的就是家里面人都 不行不行的 然后后面呢 这个是找的 就是百度百歌 一个是康熙的生平 还有一个是康熙的编年史 这个是史料可查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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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